柯文哲会用自己的名字去藏钱吗 如果会我们只能说 他智商可能不够高 我们很少抓到用自己的名字藏钱 但最近发现他有用他小孩的名字 对 所以你说用小孩名字有可能 陈沛琪的名字更有可能 就这几个只是因为 陈沛琪本身具有公务人员身份 所以他自己相对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至少我觉得你查柯文哲的名下 陈沛琪的名下 要直接查到不太容易 所以除非真的很少见 像陈沛琪会拿现金去存 这个我们已经觉得很异于常人 除非这么夸张的去做这件事 否则其实小孩子 是我们认为几率最高 或甚至他的父母亲 或甚至其他新妇身边的一些家人 放一下 赚一下 对 例如说某一个他很熟悉的 然后谁的朋友用他们的名义去存 相对比较大笔的金额 都不太可能真的在他们的名下 所以大家才会讲说 有没有涉及到虚拟货币 是不是要查海外账户 因为如果有这么大笔的现金 又放在他的这个账户底下 不管是保险箱或其他地方 那根本都是自杀 我并不认为有政治人物收费 会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收钱 所以要查的一定是他的家人 在这一块 当然我们想象 如果他真的要藏比较大笔的钱 我个人认为还是从虚拟货币比较有可能 因为现金真的很容易被查到 然后又再加上他们的名下 是大家更关注的 所以应该还是会从 可能子女 海外 或是她的好朋友的家人 这种才有可能 那如果说佩琪真的知道的话 她不是借放的话 因为现在说她的犯罪行动 有没有可能升高 那检方这几天不停的有动作 那很多人说 那佩琪接下来会被传的机会 是不是也很高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 佩琪早就应该来做笔录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她再被传 不管用证人或被告的身份 当然我们认为如果我是检方 我可能会用证人身份先传她 询问到底这些钱来龙去脉是什么 当她讲的不清楚 或甚至她可以讲的内容 可能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升高她说谎的可能 她就有可能从证人转被告 那一旦证人转被告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要不要羁押她的问题 所以请教易三哥 你看是不是因为账目的部分 已经兜容了 那现在就查查查 因为大家会说 会查到保险箱的部分 这个就是要找证据 你会查到保险箱的部分 已经要去查现金了 把它清有这边都查一遍了 那就是保证要有一刀毙命的证据 要追索的金流来源吗 对 所以现在检调查到保险箱 绝对是一个关键 虽然大家会说 100万这么少 100万是 上百万 处理完过后 上百万 上百万处理完过后 剩下上百万 为什么会处理完过后 剩下上百万 可能忘记了 如果说连上百万 放在保险箱都忘记去处理 你是说 它处理的钱有多少 而且你要看保险箱 申请的时间点 第二个保险箱 刚才讲过 放现金是最笨 它通常保险箱会放现金 通常叫做绽放而已 是还没有处理的钱 我先绽放在那边 然后接下来去处理 处理完之后 才会回到所谓的真正的 比如说USB里面的一些密码 密码串 加密货币的密码 冷钱包啊 这些出来之后 剩下一点点 你就塞货钱 给你称赔钱 去ADM理财 去招 招去招 可以生活费 如果生活费 寄给日本的儿子跟女儿的生活费 都可以五六百万 那你觉得他剩下处理的钱有多少 这些都是很让人家惊讶的一个 他们家的理财方式的结果 让我们看到 虽然只看到蛛丝马鸡 但是背后就不止这一套 不要忘记了 我都不断强调说 光是所谓竞选总部政治现金的匿名捐款 九万多笔就两亿 两亿元是匿名捐款的 当然你说你的小额捐款比较多 但是扣掉 算你一亿 你也有一亿 你交代不出来 是谁匿名捐款 你拆开来成为九万多笔 去存入所谓的竞选经费 然后再透过给木可公关公司 所谓的授权金四千多万 这些洗到木可公关公司 确实有一笔 又进到你柯文哲的口袋里面 所以整个的洗钱模式 我觉得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非常的多元多重 包含他们最近提出来 最近大家在开始查 众望基金会 众望基金会什么时候登记的 众望基金会 重工的隔一天 11月1号不是有1500万吗 那个省信金吗 小省D500 帐策里面记载 11月2号 众望基金会就成立了 众望基金会的成立的钱 1000万哪里来的 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1000万哪里的 是不是就是省信金那1500万 不知道 要生理的时候 跟人家说一千万先走进去 成立之后 纯500万 500万你去乘八字 才站起来 ATM理财 走走走走走 洗掉 这都是有这个可能性嘛 所以整个东西 大家不要觉得说 100万好少 它是不是全面我们不知道 但是只证明了一点 是有不明的财产来源嘛 而这些不明的财产来源 跟所谓你之前在市府里面 我都说不止只有金华城案 有五大案 我们现在都不讨论金华城案 但是其他的案 其他人 他的众望基金会有四个董事 董事长叫李文中 是柯文哲最重要的 所谓的财务长 包含靳总的财务长 木可公公司的财务长 也是众望的董事长 他非常重要 董事长 但是他的三个办公室主任 蔡碧如 李友志 谢明珠 身兼董事 董事也不过七席而已 四席都是你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每一个人有没有负责不同的对象 业务 不同的业务 要募款 我都觉得基金会 你让你的办公室主任 去募款都合理 但是募进来的钱 有没有回到 有没有真的做 众望基金会的公益 还是回到你柯文哲的口袋里 你自己要说清楚 好 所以请教律师 那现在看起来 金流蛮多线的 那既然查到这个保险箱 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包括很多人说 这个不是在财产申报上面 你查到的 那你为什么会去查这个东西呢 钟小平刚刚刚爆料说 有民众募集说 陈沛琪日前现身在 义营的信义分行 那我就想说 好 那如果这一次 你真的是去借保险箱 租保险箱 什么名字租的 谁租的 什么时候租的 这个检调 接下来已经缺人的方向吧 对 而且我觉得 主持人你讲得很好 我们其实一般 站在我们律师的角度 柯文哲会用自己的名字 去藏钱吗 如果会 我们只能说 他智商可能不够高 我们很少抓到 用自己的名字藏钱 但最近发现 他有用他小孩的名字 对 所以你说 用小孩的名字有可能 陈沛琪的名字更有可能 就这几个 只是因为陈沛琪 本身具有公务人员身份 所以他自己相对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至少我觉得 你查柯文哲的名下 陈沛琪的名下 要直接查到 不太容易 所以除非真的很少见 像陈沛琪会拿现金去存 这个我们已经觉得 很异于常人 除非这么夸张的 去做这件事 否则其实小孩子 是我们认为几率最高 或甚至他的父母亲 或甚至其他新妇 身边的一些家人 放一下 赚一下 对 例如说 某一个他很熟悉的 然后谁的朋友 用他们的名义去存 相对比较大笔的金额 都不太可能真的 在他们名下 所以大家才会讲说 有没有涉及到虚拟货币 是不是要查海外账户 因为如果有这么大笔的现金 又放在他的账户底下 不管是保险箱或其他地方 那根本都是自杀 我并不认为 有政治人物收费 会用这么简单 粗暴的方式去收钱 所以要查的 一定是他的家人 那现在我们说 把他家人的保险箱 都拿出来看了 顶多也就是个几百万 那假设这种案件 这个容积奖励 200亿的案件 不太可能收费 就是个几百万 所以一定是一个 相对大的金额 也可能是分散的金额 例如说保险箱几百万 可是什么地方几百万 什么地方几百万 加起来好几千万 这种就有可能 那是不是在查什么金流 才会查到这个保险箱的部分 我认为是 因为检察官想要去开 这保险箱 不是他想开就开 他也得申请搜索票 也要法官能够准许搜索 那为什么法官会准许搜索 你一定要嘛 有人的笔录讲到 要嘛就是有什么物证 例如说有笔录讲到 我从哪里领款了 领了一笔四百万现金 而且当天有出入保险箱 有打开保险箱的进出记录 那就可以合理怀疑 这时候才有可能 去开他的保险箱 也不是今天想要怎么样 这个朱九竹去查就能够查的 所以都需要有相关的凭证 所以我想在这一块 当然我们想象 如果他真的要藏 比较大笔的钱 我个人认为 还是从虚拟货币比较有可能 因为现金真的很容易被查到 然后又再加上 他们的名下 是大家更关注的 所以应该还是会从 可能子女啊 海外啊 或是他的好朋友的家人啊 这种才有可能 那如果说佩琪真的知道的话 他不是借放的话 因为现在说 他的这个犯罪行动 有没有可能升高 那检方这几天 不停的有动作嘛 那很多人说 那佩琪接下来 会不会传的机会 是不是也很高啊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一直都在等待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 佩琪早就应该来做笔录了 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听到他再被传 不管用证人或被告的身份 当然我们认为 如果我是检方 我可能会用证人身份先传他 询问到底这些钱 来龙去卖是什么 当他讲的不清楚 或甚至他可以讲的内容 可能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升高他说谎的可能 他就有可能从证人转被告 那一旦证人转被告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要不要羁押他的问题 而且就目前我们看到的 好像很多金流 都跟他有直接相关 不是他只是 是他亲自去操作的 所以甚至 或是在他可能名下有这些钱 那当然他本身就是一个公务人员 本来就有连结这种操守 很高度的规范 所以你不用管他老公科文哲 连他自己有这些钱都是个问题